给大家更新下教程 喜欢的朋友双击保留评论扣1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大家支持 首先咱们准备菠菜还有红芯火龙果 分别加凉 清水 榨成汁 然后咱们准备木薯淀粉 任何牌子的木薯淀粉都可以 然后咱们取一小部分的木薯淀粉 加入菠菜汁 揉成团 红色面团是火龙果汁的 白色是重清水的 加入木薯淀粉揉成团就可以 然后咱们把绿色面团擀开 上面放入白色面团擀开 然后上面放入红色面团再擀开 擀薄一点 然后咱们给它对折 运刀切成条 然后再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 放入锅中 煮至浮起的时候 咱们放入凉清水当中 给它冰凉一下 然后放入一个碗中 加入椰奶 放入冰箱冷藏也可以 不冷藏也可以 就可以吃了